這一壞又把柯文哲鄰居換回侯友宜 但當柯郭陸續到場 黃綠錦茹又上前 柯郭展現好交情 但黃綠錦茹不放棄 活動開始後又希望柯文哲能換位置 柯文哲不想動比了個OK 郭台銘還一度伸手黨人 不再來就對了 我就要怎樣怎樣 他就是警察性格 你已經被包圍了 你媽媽 你老婆 你小孩都在外面等 放下武器出來投降 不是啊 那個台圖已經從後面跑掉了 你剛才在畫什麼 你說什麼 什麼火車 拉著郭台銘的手走開了 火車如果過時就不等了對不對 人家柯文哲跟郭台銘 已經台北車頭坐高鐵 蓋到新作營了 你還坐區間車 一班叫十一路車 在問郭柯文哲呢 柯文哲已經是新作營了 你還在等區間車 沒有人要叫你坐港台 在野陣營還沒宣布整合成功 侯郭柯 葫蘆寺 媽祖 繞進大典仙童荒 蔣灣侯友宜站一邊 郭柯則在另一頭 但在同台之前 可讓廟房傷透腦筋 時間是8點52分 距離活動開始不到10分鐘 位置被換成柯鍋頭一邊 但當國民黨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茹出現 位置再度大風吹 這一壞又把柯文哲鄰居換回侯友宜 但當柯鍋陸續到場 黃呂錦茹又上前 柯鍋展現好交情 但黃呂錦茹不放棄 活動開始後 又希望柯文哲能換位置 準備一次準備開始了 柯文哲不想動 比了個OK 郭台銘還一度伸手黨人 他們原來的 所以郭台銘就變了 臺灣重戰 臺灣重戰 換第九次的時候 我的台事閉嘴 我幫你們在幹什麼 國民黨那個台北市黨部主委 一直把我拉來拉去 但不滿的還有郭台銘 敬犯發言人陳嘉儀 臉書還原座位表 打臉黃呂錦茹 在媒體面前上演這場 座位大風吹 到底有沒有疑 只能說真的有疑 連大家已經入座了 還想要疑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疑 整場同台如同在野整合 現況縮影 位置喬來喬去 也喬出火氣 黃呂錦茹 幾次想要把柯文哲 拉到侯友的旁邊 柯文哲聞風不動 最後呢 瞧瞧名牌拿掉好了 大家在懷疑要怎麼坐 柯文哲轉頭跟後面 他的這個學姊黃靜茹說 聽說換了八次位置呢 這樣你是不是真厲害 聽說換了八次位置呢 知道這樣跟人家糟蹋嗎 希望扒到侯友旁邊 拒絕 柯文哲拒絕坐到侯友儀旁邊 侯友儀今天早上透過這個 對他很友善的忠實 報戲說 嚇通蝶了 火車要過沉就不要停了 名字之後的不要再說了 真的不要再說了嗎 旁邊很寫面子的嘛 國民黨人是要喉硬起來 決定副首人選 所以真的要拆火了嗎 今天在換位是 當然是廟方 剛才黃呂錦茹 剛才大家敲來敲去嘛 柯文哲可以叫人家坐 今天就最好叫鄭民堅坐 他甘願叫鄭民堅坐 他就是不要叫侯友儀坐 那坐就都代曬 就是這樣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我為什麼要叫他坐 剛才敲威 敲幾乎 當然敲不成嘛 侯友儀 侯友儀 上面說 我說我住家 等你來提親 今天銀行來提親 如果沒有來提親 我就要嫁給你了 柯文哲說我從頭到尾沒帶你了 你繼續等啊 那是兩禮拜前嘛 今天請說明仔 明仔拜五 拜五銀行 你如果不再來就對了 我就要怎樣 他那就是警察性格 你已經被包圍了 你媽媽 你老婆 你小孩都在外面等 放下武器出來投降 不是啊 那個台圖已經從後面跑掉了 你看在說什麼 你說什麼 什麼火車 拉著郭台銘的手跑掉了 火車如果過時就沒等了對不對 人家的柯文哲跟郭台銘 已經台北車頭坐高梯 去到新座營了 你還坐區間車 一班叫十一路車 在問說 郭柯文哲呢 柯文哲已經是新座營了 你還坐在單看區間車 沒有人要叫你坐港台 人家坐高梯的已經下去了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搶的車子 跟人家搶睡一覺 什麼火車 律師已經練好了 我練好了 你沒開完嗓子了 郭友儀的心情就是這樣 火車已經過車沉 沸的肉 火已經紅 車頭來心愛的人 只有夜 期待夜夜夢 就只能做 就只能做夢了 郭友儀你只能做夢 我跟你說 人家已經坐高梯了 你不能再搶區間車 暫暫停 你英文就都擔不著柯文哲 好 我原本說的 觀察了柯文哲的諸多形勢之後 覺得說 猴友儀嗆聲 火車過載就要等人的時候 柯文哲馬上就鬆口了 沒有說一定要全民調 我只是要公開公平透明的規則 也不要說用一個合作項目 綁架所有項目 因為朱立倫已經講了 總統不合的話 沒有什麼立委開放站台的事情 沒這回事 他就說 不要說用一個項目 綁做所有項目 相信朱立倫會有這樣的一個理念 是又放軟了嗎 民眾黨這個月一直對外講說 柯文哲民調很強 全民調他們大概就會贏 然後這個很多網路支持者 底氣看起來很夠 都這樣呈現 然後柯文哲還說 侯儀如果放選票上不會選贏 結果大家記不記得金普聰跟黃山會面的時候 快要到僵局的時候 柯文哲跳出來說 有 我昨天跟朱立倫還有好友宜見過面了 哇 出現一個希望 後來沒過多久 柯文哲給個D-day之後 然後馬上柯文哲跳出來說 沒問題 我們要進入政黨協商了 又出現一次希望 等到今天早上 柯文哲就說 如果過了明天 我們就不用再談了 這樣子 柯文哲馬上跳出來講什麼東西 他今天說什麼 他就說 我沒有說一定要堅持全民調 我這個瞠目結舌 我這一陣子上 所有政論節目遇到民眾黨的這個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名嘴們 他們都說 就是就是全民調 回到全民調很簡單 一翻兩瞪眼 結果他就告訴我 沒有我沒有絕對堅持全民調 但柯文哲不堅持全民調 但不是全民調的 都是P雙 在柯文哲眼中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去怎麼樣相信 他的話哪個才真的 哪個才是假的 民進黨都不相信 你們認真就輸了 對對對 那我最後講 老實講 我覺得這一系列過程當中 你看柯文哲包含 他旁邊的側翼門 都在講一件事情 侯友宜只要放在這個選票上 不管他是政還是他富 柯文哲就說 就選不贏了 他怎麼去操作 他操作就是說 柯文哲今天就是選不贏 他就是個比較弱的候選人 所以國民黨派柯枝來 派韓國瑜來 都可以贏 就是要去削弱 侯友宜的一個正當性 跟他一個聲量 跟他支持度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看起來一副 好像藍白猴 他已經不斷的去挽回 這個這個不斷的去做最後挽回 但其實我覺得他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在現在可以在操作聲量 可能其實十一二十號之前 不斷的去削弱侯友宜的聲量 但還好 你都清楚勒 為什麼你們還要繼續跟他勾勾頂 我們就是 還是希望他迷途知返 你又要等他迷途知返 沒有啦 他現在就是這樣子 因為老實講客觀 客觀清心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看不管是美麗島民調一樣 即便你說好開心 侯友宜上真的 柯文總統嚇了 侯友宜跟柯文戴欣的還是差的10% 那這也的確是為什麼 藍白一直沒有破決 嗆嗆嗆到會不會堆疊的善意你看看 現在沒關係 至少他們已經坐下來談 我講一下 我覺得柯文哲這種行為 就真的是很渣男 他其實明明就不愛侯友宜 但侯友宜已經說 你在這樣子我要跟你分手了 然後他就說沒有 我沒有堅持全民調 你回來 你回來 繼續玩弄你 繼續玩弄你 就在你旁邊 要安排你跟他坐在一起 他不要 所以他就是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做侯友宜旁邊 然後這樣子他才有聲量啊 繼續把國民黨 把侯友宜拉在身邊 他才能夠繼續戲弄 侯友宜跟國民黨 然後他繼續有聲量 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賺取他的政治利益啊 那就是你明明知道 送給國民黨兩個字 對 你知道嗎 你明明知道 你明明知道他就是渣男 他就是不愛你 他就是每天把你拉在身邊戲弄你 你還是心甘情完備戲弄 所以今天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說啊 我沒有要全民調 我只是表達 希望有公開公平的原則 對民眾黨來講很強調 SOP程序正義按表操課 所以他說你們之前的這個什麼 開放式民調都沒有了喔 那所以你們就完全被玩到你們還要繼續 然後他還說不要密會 啊不要密會 今天在那個葫蘆寺之後 他跟誰密會 郭台銘 跟郭台銘密會 然後記者問他說 我吃素 你去吃飯啊 我吃素 沒有人家問他說 啊你在談什麼 他說談日幣貶值 因為柯文哲說 柯文哲說要去日本這台 阿翔說現在日幣 我就想說 這不是我關心的事情嗎 我沒有選舉的人 我可以關心日幣貶值 你這個要選總統候選的人 你在關心日幣貶值 你找的這個理由太瞎了啦 另外我要講 柯文哲的這個所謂的公開透明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讓大家恢復記憶 過去他在說 大巨蛋內部要公開會議 被我公開的時候 公開那個錄影帶的時候 柯文哲怎麼說 我上廁所跟隔壁講話也要公開嗎 大巨蛋的內部會議 跟柯文哲上廁所是一樣的 不可聞聞 還有包含我去索取黃珊珊的這個 市府幫黃珊珊助選的時候 柯文哲也不公開不透明 他說這跟上廁所難告也要錄影嗎 他幹嘛都要扯廁所啦 是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你怎麼開五星級的包廂 請這個財團 台新金控的 武東亮吃飯呢 他說難道上廁所也要公開透明 吃完飯之後 台新集團的是不是 新光集團 是嘛 他的公主就變成他的不分區嘛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跟柯文哲密會 其實就是跟他上廁所是一樣的 所以柯文哲說不要密會 大家聽聽就好了 所以柯文哲最近一直在講社戶線 對不對 那是韓國語啦 那是韓國語 他有講社戶線癌 要跟他併賊 對不對 難道他是不是有什麼影集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一直去談廁所 不過他會跟郭董談這個日幣貶值 也是有理由啦 因為郭董併購過shop 所以對日本比較瞭解 但是後來日本再也不讓他再併購了 好 同時謝謝收看 不過我們看 這個除了他們兩個談的除了日幣貶值之外 有沒有進一步合作的一個方向 這味道有點出來了 會不會侯友人 你火車過載你就去吧 我真的是要跟郭台銘搭高鐵了 有沒有可能這個氣氛已經出來了